1881年 西班牙的一家医院里 出生了一个浑身青磁的男婴 住产是在接过这个男婴时 以为她是一个死婴 于是将她放在一旁 转身去照顾其他孕妇了 要知道 如果想要让婴儿的肺部开始孕妥 通常需要在她刚出生时令她哭出来 但她很幸运 她的叔叔此时也在手术室周围 她可是一位有经验的医生 她发现了这个被认为是死婴的孩子 有生命的迹象 于是对她进行了急救 这才挽回了男婴的命 这名男婴就是本期的主角 毕加索 他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到了人间 也即将为我们演绎出一段 与众不同的人生 小毕加索的父亲是一位美术教师 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 小毕加索从小就展现出了对绘画的极大兴趣 他小时候常常在白纸上画些混乱的螺旋线 然后开心地跑到爸爸面前炫耀自己的大作 毕加索爸爸看到儿子对绘画的兴趣 决定在这方面对他进行重点培养 他教着毕加索如何观察物品 以及如何在白纸上构图 毕加索在这方面很有天赋 他进步非常快 不久便能画出像模像样的作品 六岁时 父亲将他送进了一所公立学校 学生时代的毕加索 对那些枯燥的文化课丝毫不感兴趣 反而对绘画的兴趣与日俱增 相传 一次毕加索抓了一只鸽子到课堂上照着画 这颗把教课的老师气得火冒三丈 老师狠狠地批了毕加索一顿 毕加索觉得挺委屈 认为自己只是在追求兴趣爱好 老师没有资格因为这个而批评他 于是他赌气拒绝继续上学 后来经过父亲对他的劝导 以及对学校方的反复求情 老师才答应毕加索 可以在不影响其他同学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画画 毕加索这才回到了学校 15岁时 毕加索进入了巴塞罗那省立美术学院 在那里再也没有人可以反对他追求绘画艺术 毕加索开始了他的各种艺术创作 第一次圣餐 唱诗班的男孩 科学与仁慈 就是在这段时间创作出来的 但是没过多久 这个地方就满足不了毕加索了 他的绘画水平已经将这所学校里的其他同学 远远地甩在身后 最终他选择了离开这所学校 19岁那年 毕加索去往了当时世界的艺术中心巴黎 这是他向往已久的地方 此时他得不到家人的资助 生活十分拮据 但他并没有被自己所处的困境所吓到 仍然每天孜孜不倦地进行艺术创作 在这段时间里 毕加索的心情常常异欲 茫然 此时他的创作风格 以蓝色为主要色调 后人们 常常将这段时期 成为毕加索的蓝色时期 蓝宝 卡沙格玛斯的葬礼等作品 就是这段时期的创作 几年后 毕加索去往了巴黎的拉维格南街居住 这个地方处于一座山的斜坡上 生活条件非常恶劣 但毕加索的心中却总是充满了希望 他在这个地方 与一名名为费尔南德的女子坠入了爱河 爱情的魔力让毕加索忘掉了过去的苍茫 他改变了以往蓝色色调 转而进入了欢快 强烈 象征感情的粉色时期 他的大多数作品变成了以粉色为基调 在此期间 毕加索结识了野兽派绘画大师马蒂斯 这位野兽派大师狂访不羁 不拘于行的绘画风格 深深地触动了毕加索 马蒂斯可以称得上是毕加索的良师义友 毕加索之后的创作风格 深受他的影响 认识马蒂斯的第二年 毕加索创作了著名画作《亚维农的少女》 他将人物的不同侧面汇聚到一个画面里 颠覆了人们常用的视觉思维 这幅画在刚刚问世的时候 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 但是谁知 往后几年的欧洲艺术节 这种立体主义的抽象画风 却开始盛行 这是我们不得不佩服毕加索对艺术风格变化的前瞻性 随着毕加索名气的与日俱增 他身上的财富也变得多了起来 之后的毕加索创作风格一直在不断变化着 先是从立体主义变成了新古典主义 之后又从新古典主义变成了超现实主义 毕加索绘画风格的每一次变化 都带动着欧洲绘画界风格的变化 那时的人们无比崇拜毕加索 以非常乐意与临摹他的作品 除了在艺术上的重大成就 我们还不得不提一下 毕加索是一名和平主义者 1937年 西班牙的戈尔尼卡 遭到了德国法西斯的狂轰滥炸 毕加索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愤怒 他以这件事情为主题 创作了名画《戈尔尼卡》 这幅画由黑白灰三色构成 描述的是德国法西斯侵略 戈尔尼卡的丑恶行径 在画中 我们可以看到肢体的碎块 哭泣的百姓 凶恶的公牛 毕加索用抽象的画风 表达了对法西斯军队 所作所为的谴责 相传 二战时期 德国法西斯占领巴黎后 一些纳粹的士兵 经常去参观巴黎的毕加索艺术馆 一名德国士兵怎么也看不明白 这幅抽象的画 问道毕加索 这就是你的杰作 毕加索答道 不 这是你们的杰作 可真是个有趣的艺术家 更值得一提的是 毕加索是一名中国画爱好者 他特别喜爱中国的水墨画 毕加索在晚年时 曾花费大量功夫 去钻研齐白石大师的画作 他也曾铺开宣纸 拿起毛笔 去亲手临摹齐大师的画作 但却总是不得要领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们中国的国画大师张大千 去拜访了毕加索 毕加索非常热情地 招待了这位国画大师 拜访期间 毕加索拿出了五大字画棋 里面全都是毕加索 亲笔尝试所画的中国画 这令张大师都非常吃惊 一位外国的艺术家 居然如此地痴迷中国画 毕加索请教张大师 自己的中国画 哪里还画得有所欠缺 张大师不失礼貌地回答道 先生所画的中国画 比例信条苍尽劳烈 但是运笔上见功夫 墨色浓浅难分 接着张大师亲自给毕加索示范 展示了中国的书画技巧 毕加索也在一旁认真的观看着 看过之后 毕加索赞叹不已 说道 中国画太奇妙了 像齐白石先生水中的鱼 没有用一点色彩 只用一根线条去画水纹 就使人看到了江河 甚至嗅到了水的清香 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并且继续评价道 中国画有些看上去一无所有 其实却包含了一切 连中国的字都是艺术 张大千大师临走之时 画了一幅墨竹图送给了毕加索 而毕加索也是将其视为珍宝 跨越国界的两位大师 就这样缔结了深厚的友谊 不同国家之间的艺术 有着差子英红之别 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 为人类创造出美的东西 不同国家的艺术家 若是可以相互了解 互相学习 互通有无 那真是妙不可言的事 毕加索晚年时生活心态非常好 这可能得益于他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爱好 他整日沉浸在绘画当中 绘画引人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对于生命 毕加索这样说过 我不怕死 死是一种艺术 我怕的是久病不起不能工作 那样会使得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 的确 他清醒时的大多数的时间 都用在了他口中的工作上 绘画事业 为这份工作 亲近了一生的心血 1973年 毕加索逝世 享年93岁 毕加索被公认为 是立体画派的创始人 同时 他也是一位多产的画家 他一生的绘画作品将近三万七千幅 其中油画 一千八百八十五幅 素描 七千零八十九幅 版画 两万幅 平版画 六千一百二十一幅 我们在感叹这些庞大数字的同时 也不得不佩服毕加索 几十年如一日 对绘画的坚持 毕加索是历史上第一个 在有生之年 看到自己的画 挂进法国卢浮宫的画家 有人称 在绘画节 二十世纪 是属于毕加索的世纪 在当时还没有一位其他的艺术家 能够达到像毕加索一样的成就 如今 我们在欣赏毕加索的作品时 常常会感到无法理解和困惑 因为一些画作 大多数非常抽象 毕加索大师 究竟在画中想要表达什么 这些画 是否是他认真画的 对于这个问题 毕加索说到过 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 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 可见 毕加索对于自己的每一幅作品 都是下了真功夫的 这些作品 如果不是毕加索 对于世间万无真情的流露 那为什么 他还要花费必胜的心血 去表达呢 1999年 法国巴黎举行了一个20世纪最伟大画家的评选 结果 毕加索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第一名 这足以说明 毕加索对欧洲艺术界的影响力 以及他在艺术家们心中的 崇高地位 仍未消失 最后 在评论区 留下你最喜欢毕加索的哪幅画作 以及原因 我们一起来介绍吧